強身四起 烏克蘭士兵尋找遮蔽物的同時 不忘快速前進 烏東北頓內刺客移動建築物內擊站 畫面曝光 窗面驚險萬分 用隨身攝影機記錄戰鬥畫面 北頓內刺客郊區戰略城鎮 托石基夫卡船來炸毀 俄軍坦克 好消息 但烏軍賣力抗敵 依舊難逃 快失守困境 北頓內刺客被俄軍包圍 秦俄部隊也步步逼近 有數百名軍民受困的阿佐特化工廠 戰況白日化 北頓內刺客處處被炸成廢墟 讓盧干斯克州長不得不宣布 接到命令撤離當地烏軍 因為持續留售 已經沒有意義 戰火無形 俄軍同時也對東北大臣 哈爾科夫發動新一步攻勢 43孩子被殺死 130人被殺死 860人被殺死在哈爾科夫 從美國開始攻勢 哈爾科夫接連被轟 大量平民無辜死亡 就怕被拒載發生 烏克蘭當局派出救援員員 拆除民宅內俄軍空投遺留的一枚 重達五百公斤未爆巨型炸彈 但這只是冰山一魚 面對洛斯猛烈攻勢不停 烏克蘭庫戰還得繼續 近新聞 郭宇婷將最新報導 斬交勢不停 好